大家好,今天又去了一个蓝展 这个蓝展跟之前参加的几个蓝展相比 规模稍微小了一些 这个季节就是大花卉兰的主场 全是大花卉兰,各式各样的花色 非常多的品种,可供选择 如果你想要送人礼物的话 来这里买一颗大花卉兰是非常好的礼物 大花卉兰的缺点就是盆比较大,比较占地方 我自己已经有五六盆了 基本上就够了,就没有再选择大花卉兰 看的都是一些其他的兰花 比如说石湖,澳洲石湖等等 这回售卖的有一家是卖石湖的 有很多的春石湖,澳洲小花石湖 还有秋石湖各式各样的都有 卖的真的是比较快 早点去能抢到一些比较好的兰花 这里拍到的就是展示区的兰花了 大部分也是以大花卉兰为主 还有一些兜兰 今天兰展是和兜兰协会一起举办的 所以我本以为会有很多兜兰来售卖 但实际上就很少的一部分 有一点点的失望 本来想去找一颗美洲兜兰 结果一颗美洲兜兰都没有看到 有一些大饼兜 还有些普通的亚洲兜兰 本来想随便看看 但也经不住诱惑 这买那买的又买了七八颗回家 一会给大家看看我都买了什么 兰展真的是需要趁早去 如果你想要找什么珍奇品种的话 你一定要早早的去 这样的好东西才不会被抢光 那基本上一两个小时以后 非常好非常珍奇的一些品种就没有了 那下周五到周日呢 在San Ives还有一个大篮展 那个篮展呢 是年度最大的一个 也是最有名的一个 我相信大部分的花友 都会去下周的那个大篮展 那个篮展抢花的规模 会比这个更大更激烈了 今天的售卖区呢 蝴蝶兰和卡特兰非常非常少 几乎都没有 如果你是想要找大花会兰 澳洲本地石湖 还是非常值得来的 今天碰到的花友也非常多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都满载而归了 期待下周再次相遇 去了一次篮展 短短一两个小时 就又收获这么多 给大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吧 这一颗呢 是一颗雷利亚的原生品种 也是一个开花猪 不算贵就买了 之前应该已经开过花了 这都是卸掉的花杆 花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偏白色 带着点粉 这里还有个花芽 希望能正常的打开开花 还买了这一颗 惠兰的苗 这惠兰苗呢 二十块钱 不算贵 这是一颗澳洲的 本地惠兰的一个原生品种 叫这个名字 是绿色的小花 养养试试吧 我之前也买过 好几颗惠兰苗了 就一起养大吧 那这一颗呢 是一颗三尖兰 带后面AM AOC的这种呢 都是获奖的兰花 如果你看到这种名字的 就是非常值得买的 获奖兰花呢 它的花形花色 还有大小 都是没问题的 这颗三尖兰呢 也是可能近开花猪的样子了 也不算很贵 这是我的第一颗三尖兰 希望能够养好吧 这又买了一颗万代 这颗万代的花色呢 比我现在开花那颗花色 要钱很多 花也要小一点 这颗看起来呢 已经开了好久了 我让它再开两天吧 然后就剪掉了 这颗的植株不是很大 叫这个名字 价钱也很公道了 三十块钱也很便宜 再看这一颗 这颗是纯白色的石壶兰 中间带一点黄心 这也是一颗原生品种 这叫高山石壶 开花猪 还有一个花苞 还有两个花苞 这个杆子呢 也是带这种黑毛的 和那个黑毛石壶 很像 杆子细细长长的 这是一个新杆子 不知道这个新杆子 能不能再开花 这颗价钱是五十 价钱也还可以吧 不算贵 那这一颗呢 是澳洲本地的小花石壶 和大明石壶杂交的 这个香味相当的好闻 走到那一家卖石壶的那一家附近 就全是它的香味 非常可爱的小花 别看只有这几朵 香味非常的浓郁 很喜欢它的香味 所以就买了 也蛮健康的 价钱也不贵 还买到了我的第一颗贝姆兰 这颗贝姆兰呢 我以为是叫贝姆兰月神 它给的名签呢 是这个月神的名签 但花友告诉我呢 它这个名签可能插错了 可能是这个名字 无论什么名字吧 反正这颗花还蛮多的 香味也非常的浓 非常好闻 很喜欢 但是这个植株也很大了 现在目前有四个花枝 还有一个没有打开的 里面的杆子也很多的 非常喜欢 希望明年能够爆盆 贝姆兰呢 有一些香味是不太好闻的 这一颗呢是比较好闻的一颗 价钱也不贵 是四十块钱 还有两颗花有帮我在巴宁斯买的小苗 这颗是蝴蝶兰的小苗 半叶的 这颗也找了很久了 半叶的粉色的 这是有希雷利基因的 非常开心 还带着一个花感呢 马上就要开花了 和Doring 是有希雷利基因的 有香味的 这一颗呢是卡特兰的小苗 这个苗也非常小 是要这个名字 之前我一直在书籍 George King的这个卡特兰 之前书籍了两种其他颜色的 这是应该是最后一种 买到它三种就都齐全了 开心 好吧 今天收获我觉得还是蛮大的 特别是有了几颗 以前从来没有买过的兰花 比如贝姆兰 还有这个石虎 三金兰 都是以前从来没有养过的 下面呢 就会进步学习一下 怎么养这些新到的这些兰花了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